既定的东西嘛 所以当然是要讲护士啊 好 话说呢 孟德尔呢 他开始就当神父就很无聊 就开始种豌豆 然后种豌豆之后呢 他就发现 其实他真的有没有兴趣说 我要解开遗传的定律 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讲 所以他只是说 闲来无事就去种豌豆 结果他发现 为什么豌豆中有些有高的 有些有矮的 豌豆中为什么有些呢 那个是黄的跟绿的 或是圆的跟皱的 所以他就对这些 这些特别有兴趣 他就觉得说很奇怪 这些形状好像蛮特别的 然后呢 他就激发他科学家的一个 应该讲说人的本性 我要开始去把它做分类 那就分类先数一数 看有多少有多少 就或是说 他就想要试试看 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规律 所以才慢慢开始去做 他的一个系统化的实验 所以说他就用到这个豌豆 豌豆 还有豌豆花在这边做 那为什么有哪些优点 其实我这个那样 就是大概稍微讲一下 他长得很快 true breeding 纯种 或是说他可以自焦 或是说这个close variation 就是杂交之类的 那这边有几个很重点 是为什么呢 easy to grow 就是说各位如果说你必须要 要很特殊的营养才能够长的话 那就很难 如果说那时候他要做蝴蝶兰 那可能长不活 因为蝴蝶兰不好种 其实各位懂我一下 就是很容易你掉下去 它就会长 好 类似像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mature in one season 如果是mature in ten years 那怎么办 那你做一个就要十年 那你做两代就二十年 那你就不用做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代成熟 所以说就是很容易就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很明显可以看到的 他的性状 是two distinct form 就是说他性状很明显 因为有时候性状不明显 那就很亮蓝 那你也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性状 所以说对他来讲 就是发现说 这样刚才我们讲这些性状 所以他开始去做研究 所以他在做的时候请注意 他虽然说是雌雄同体 可是他为了要确保他单一的物种 他必须要把雄蕊去掉的一个形状 才能够去确保他不会被自花受粉过 就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要保持一个纯品系就对了 如果他要去砸 要去受粉的话 他就变成说 我就毛笔从A花 然后把它用到这个B的 没有雄蕊的 要不然这个就变成小A小A 对小A小A会有一些混杂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说 他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general 遗传学很重要 一定要有easy to grow 一定要有mature in short time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最好要有一些phenotype 要不然mature in short time 就看不出他什么 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实验 大概是这样 OK 好 那开始啊 孟德尔有发现几个性状 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下 大家还记得吗 他有哪七个性状 高岸不算了 我已经讲过了 还有那个 那个 好 这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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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形状 种子的形状 种子的形状 种子的形状是什么形状 你要讲出 圆形跟 纵 OK 好 再来 这边有讲过了 这边没有讲过 好 你 你有讲过了吗 我怎么一直觉得你没有讲过 好 你讲好了 种子的颜色 种子的颜色 是有哪些 你知道什么颜色 黄跟绿色 OK 好 那这边 来 你 白花 白花跟 跟什么花 紫花 紫花 OK 好 然后后面的 这边 来 你好了 花的位置 花的位置 花的位置有在哪里 一生 就是在 在这个 就是在腰间 或是在头顶 还有没有 来 这边 豆甲 豆甲 豆甲的颜色 OK 豆甲的颜色 豆甲颜色也是有黄的跟 跟绿的 再来 来这边 果子颜色 蛤 种子颜色 讲过了 来 豆甲的什么 豆甲的什么 豆甲的形状 有什么形状了 饱满 饱满跟 皱褶 豆甲也有 也有 所以说豆甲也是有 然后跟这个 这个种子也是一样 好 就讲完了 七个性状都讲完了 OK 好 那 开始就要有 单 性状杂教 单性状杂教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开始 P代表是 是清代 Parental 或是 就是 爸爸妈妈的概念 就是清代 然后你看像这个 Smooth跟Rinkle 然后第一代呢 这样看起来哪个是显性 这样看起来哪个是显性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应该是哪个是显性了吧 好 圆的 应该说Smooth的啦 不是圆的啦 好 光滑的 这是Rinkle Rinkle就是有皱褶的 好不好 你开始要去想一想 不要只是 不是说圆皱 圆皱 你知道 你们的中文是 写圆皱 可是其实不应该讲 应该讲光滑的 好 或是圆的 Round的 我不晓得有没有 应该也是可以啦 好 那那个 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第一代全部都显现出一个形状 然后第二代的时候 自焦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才发现说 这比例就出现了 一个圆跟重 就有出现了四比例的比例 你看孟德尔就算了 5474个 比上1850个 各位去算一下比例是多少 好 应该是 3.078 比 1.025 是不是 不管啦 好吧 好 没有啦 我开玩笑 我随便讲啦 好 孟德尔做了这几个 你可以看到说 5000多个1800 6000 2800 200 你看看这些数目好多 对不对 就会比例 大家得出来的 2.96比1 3.01比1 这个看起来 2.82比这个 2.8而已 这个好像有点偏 对不对 这个2.8 这个3.15 好像有点偏 这看起来好像 是为什么 是因为数目不够吗 如果再加做个1000格 应该有了吧 好不好 那你就要再花5年 做这个已经花了5年到10年的时间 再做另外一个5年到10年 应该数目可以去够 所以说他就认为说 根据这个比例 他就觉得说 应该好像是个性状有分显性隐性 然后有一个比例的原则 所以他就开始去做 这个做一些推测 开始什么去把它归纳起来 归纳说 他就是认为说 这可能是有一些particulate unit 叫做因子所决定的 所以开始这边有几个名词就要出现了 第一个我们要先讲说 孟德尔的这个单一的信装 是不是所谓的性 sex dependent 不是 那什么叫做sex dependent 为什么他不是sex dependent 为什么他不是sex dependent 就是说如果刚才讲说是基因在性染色体上的 所表现出来的性状 其实这个讲的有点含糊 但是大概就是说没有错 这个表现型如果是位于性染色体 请问豌豆有没有性染色体啊 豌豆有没有性染色体 我已经跟大家讲豌豆是雌雄同体嘛 它长出来就有雄蕊跟雌蕊在一起 所以它不是有所谓的性 它没有性染色体的 好 那所以没有性染色体 那你把雄蕊跟雌蕊这样子交配的时候 实际上OK 它就是没有所谓的sex dependent 好啦 那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今天你把果蠅有没有性染色体 动物有没有性染色体 大部分的动物都有性染色体 所以就造成说性染色体 大部分的研究都怪怪的 那Morgan就是其实最早就出现这个地方 如果说本来是公的跟母的得到的结果 今天应该讲说公的跟母的结果 那你把他如果说把他基因型 一样喔 然后你把它换过来 母的配公的 就会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跟性染色体有关 这个我们在果蠅那一章时候会跟大家讲 但是这种公母互换的这个过字 这个字叫什么 叫做这个字 Receiptical clause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就是 就是Morgan呢 发现说原来呢 是有性染色体 是有 有连接的 跟性是有关系 有连接的 白眼 所以说白眼比较容易出现在哪里 白眼 白眼比较容易出现在熊的还是直的 白眼比较容易出现在熊的还是直的 熊的 没关系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讲 的确是熊的 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再讲好了 那个色盲比较容易出现在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跟 那他是位在哪个染色体上 Y染色体 还是X染色体 X染色体 OK 好 所以他是其实是位在X染色体 所以男生只要有一个X染色体缺了 那他没有另外一条来补救 他就会得色盲 或是得性跟性染色体相关的疾病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 同样的你如果说把他这样子反过来的话 女生单一的基因缺陷 他不见得会得到色盲 OK 好 这个单字我们会再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就直接跳到说 这个孟德尔他的几个发现 那其实很多人会讲说 孟德尔其实是有两大发现 分离率跟独立分飞率 可是这分离率跟独立分飞率这只是他后来的结果 他必须要有一些前提 那前提就是什么 包括他发现所谓的 Unit Factor Impaired 这其实就是一个大A小A的概念 或是大A大A的概念 第二个 然后这个一个大A叫做显系 一个大A叫影系 你看他有之前有先这两个定义 或是假设之后他才能够去推 他能够去讲说他的分离率跟独立分飞率 所以有些人讲说 请问孟德尔的两大定律是什么 你也讲这个这个 但是我会觉得更好是你要再去描述 他这两个的前提下 是有这所谓的因子跟所谓的显性跟影系 这个东西要先要讲 那你才能够去分配 讲说这个分离率跟独立分飞率 好 那你看这个很特别 Factors Segregate in Deployment 那是independently 然后这里呢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哇 这怎么都是independent 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Segregate in Dependent 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讲说 Factor Segregate in Dependent 分离率是什么意思 如果向你举例 你要怎么举例 我刚才已经有大概要讲了 你要举例你要怎么举例 分离率你要举例要什么举例 把一对对偶基因拿出来举例 把对对偶基因怎么叫做分离率 什么叫做分离 去分开嘛 什么叫独立分开 就是把它独立分开嘛 就是大A 小A 到配值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独立分开 大A 变成小A 这样子嘛 这就是分离率啊 这就是分离嘛 一定要分开嘛 它不可能两个并在一起 两个并在一起 OK 好 第二个 什么叫做独立分配率 独立分配率 这个的前提又是说 如果有多对 性状的影响因子的话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如果要做举例 要怎么举例 A 变成小A 变成小B 你怎么知道 你是看到我这个讲义吗 对 你自己就理解了嘛 非常好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有时候 这个你们高中 就很多都学过 那我们只是说 用一些普通人的话 讲出来而已 你就不用这么刻板说 还要去解释什么独立分配 这个基因会独立分配到 不同的配值 你就直接举例就可以了 它会有独立的分配嘛 对不对 你A 可以跟大B 配 A 可以跟小B配 小A 可以跟大B 小A 可以跟小B 就是这样 但是请注意 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染色里也不知道基因 所以也不知道染色里分离 这个纯粹只是它想 它看这个时间 它这样子想 因为这样子想 才能得到它的3比1的比例 1比2比1的比例 知不知道 它是用这个推销 所以这个地方 厉害就真的厉害在这里 就像很多人看 S光的那个 S光绕色 有人就可以拼出双柔鞋 有些人就是拼了很久 还是拼不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 是带一点那个运气 还有带一点那个智慧在里面 OK 好 那 那这边呢 当那个孟德提出这样的讲说之后呢 开始就有人 这个东西我们就先看一下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第一个清代它一定有大D 大D 你第一个Generation 一定要变成Hetro-like 大D小D 那在自焦的时候 大D小D 大D小D 配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配子 就会变成大D小D 大D小D 那你在做这个护焦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大D可以跟大D配 这个大D可以跟小D配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会发现说 只要是一大D存在 就会是高的 小D的 就会是两个小D在 就会是矮的 那大家就觉得说 每次都这样画很麻烦 所以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就叫Panat Panat Square Panat 不是Panat 不是盘子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在这边 所以刚才我讲 Hetro-like 和Homo-like 大家就要知道 这个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是纯种 一定是大D小D 或是小D小D 可是Hetro-like 的时候就是Hetro-like 然后它形成这样子 一型盒子去配的时候 才会得到这个三比的比例 那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了另外一个名词 Genonetype 跟Phenotype 那我们如果说 这个星星 要这样配的时候 从刚才这个地方 非常讨厌 这样子 每次都要这样子写 非常讨厌 所以就有一个人 叫做Panat P-U-N-N-E-T 这个人 他就想说 那我如果说 把它变成棋盘式方格 你们都知道棋盘式方格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它是谁发明 因为你们 永远被的棋盘式方格法 从而你们都不会去记 这是Panat的发现 可是你要是如果 英文的话 它就叫Panat Square 就是这样子 你写棋盘方格 你要怎么写 英文要怎么写 Chess Square 那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你要是真正遗传学 你就要写这个人的名字 才知道你要讲的是这个 好 那他就发现说 如果说把 这个既然是独立分配 那我把那个 那个 这个 亲战的第一个 第一个人放在大低小低 第二个人放在小低小低 然后再互相配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漂亮的 3比1的比例 就是这样 而且你可以从这里面 又可以看出来 表现型是3比1 那基因集是1比2比1 1是大低大低 2是大低小低 Hetroligus的两个 小低小低也是 Genotype 所以基因型跟表现型一定要搞清楚 可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表现型两种高 基因型三种 三种 因为只要有大低占 就会是潜性的 所以它会合在一起 变成四分之三 这个东西就是加仿的原理 好 那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这样 好 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Tex-Clos 等一下我会讲Tex-Clos Tex-Clos 等一下再讲 好 那我们就回到那个 孟德尔这边的一个概念 就说 这个其实会不会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孟德尔有这个 奏跟扁 你看这个是饱满的 这是奏的 对不对 请问你现在目前已经知道 它是哪个基因控制的吗 从孟德尔已经 它已经过了一百年了 你有没有发现说 它本来是圆的 后来变成 请问一直在讲Factor Factor 你们都一直用那个圆重 R跟重 小W 那请问一下 这个基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 另外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缺少这个基因 或是隐性缺少这个基因 它会变成作料 我要讲这个是什么概念 分子的层次概念又来了 好 我们都知道 血友病患者 以前都知道说 哎呀 这个小朋友就得到血友病了 就死路一条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发现说 但是也知道说它可能是隐性的 对不对 可是你不晓得是哪个基因 你只知道它是这样 可是后来 我们知道血友病是什么 血友病去缺少 凝血因子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豌豆呢 有没有人要研究豌豆 为什么它会变成圆的 或是皱的 OK 简单来讲 圆的就是显性 皱的就是隐性 相对来讲 就是说一定是皱的 缺少了某个基因 所以它缺少了这个基因 它就会变皱了 那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大家就在这里 但是其实 就是这一块 但是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人要尝试回答 不是有一组要写 要尝试回答吗 不容易回答 你要回答看看吗 它的皮之所以会皱多的是 因为它隐性 它基因蛋白质 肠胃的缺失 或是功能上次 所以就变成 它种子内部的 淀粉含量 还有蔗糖 还有含水量比例不一样 所以就会它标的 会广化跟皱作 好 你把很多的东西都写上来了 但是没有讲到最重要的部分 讲到那个重要的地方 它的关系是什么 简单来讲 你看 你有讲到说 它一定是里面淀粉的关系 里面糖的关系 里面水分的关系 那我是不是可以讲说 它就可能跟水的代谢有关系 然后水分比较少 然后就 就 就会比较皱皱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你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把很多东西 你已经把所有的fact都讲上去了 把所有的关键字都讲上去了 但是它的关联性是没有讲到的 那我不晓得说 有时候你们在回答这个的时候 是为了 因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就是尝试着去写一下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分数 那当然OK 为了考试是这样OK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做科学研究 或是说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要尝试去把它讲清楚 那你刚才讲了几个东西都还不错 淀粉跟糖 其实没有错 这个当然就是说 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这个后来被发现说 这个基因其实就是失去功能 所以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东西失去功能 它会变成重 那你就要去想 它是什么样 就有人去clone那个基因 知道这个基因原来是一个酵素 它是一个starch branch的enzyme 所以说在合成淀粉的时候 非常重要 好啦 我们都知道正常说要合成淀粉 合成淀粉以后相对的是 是糖类合成的嘛 那你如果缺少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你只能合成蔗糖 你不太能够合成大规模 你可以合成一些淀粉 但是直练淀粉就不能合成资练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里面一定没有那么多淀粉 那没有那么多淀粉就是糖 或是补充的东西是什么 水就是这样 充斥 OK 那正常就是很多淀粉 好啦 它在成熟的过程中会怎么样 水分大部分会流失 对不对 水分流失 所以说水分流失之后 这个 这个 淀粉还是很饱满 因为它本身水分就比较少 本来水分就比较少 可是你这个东西 大部分是直练淀粉跟蔗糖 还有大量的水 所以当水分没有了 它会怎么样 就皱掉了 就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去研究的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分子的层次 也要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孟德尔那时候的这些性状 也有多人研究 好啦 那就再问大家 你们常知道说有美人间 对不对 结果美人间是什么样的基因造成的 有没有人做研究 或是说拇指会弯曲 或是直不能弯曲 请问这个是显性 这是隐性 那请问这是什么基因造成的 什么基因的缺陷 查可能也查不到 为什么会查不到 这个很重要吗 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什么东西才会重要 这个美人间 关系到人的美丑 很重要啊 没有啦 它重不重要 不重要 为什么它不重要 因为它不会造成疾病 对啊 因为它不会死人嘛 它不会造成你的病病 你生活还是好好的 你不会因为多这种美人间 你就可以吃得比较好 或是说赚比较多钱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不重要的基因 也许会表现在我们的性状 但是就没有特别的人想要去研究 没有人特别想要去研究 就不会有这个最后的结果 说这个到底基因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有这个性状 但是这个基因是什么 不重要 可是如果说这个基因是涉及到遗传性疾病的 像包括你会阿兹 你会阿兹陰的 你会Hannington舞蹈的 你会那个多发性 阴化症的这些 邪有病这些 白子这些 当然我们就要找出 它的致病基因是什么了 了解吗 诸儒是什么 致病的基因是什么 随便讲一个诸儒 可能跟有什么有关系 你们认为的诸儒 生长技术很好啊 如果生长技术基因缺陷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治 可以啊 你就可以打生长技术 它就可以治疗嘛 对不对 这个会影响到这个生长 OK 好 那每一丑有没有生长基因 生长有没有基因控制啊 没有啊 每一丑只能去韩国做而已啊 去改造 OK 没有啦 这个有时候我们人在发育 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每一丑 我们只能控制一个形态 好 这个东西可以大家共参考一下 好 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孟德尔的第一个 F2的过程中啦 孟德尔已经做了非常多实验 这就是很有名的漫画 就是他是院长嘛 底下的人就每天都吃豆嘛 他说我们已经厌倦吃豌豆了 可不可以改吃别的蔬菜 好 因为家里都种万豆 这是漫画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讲述一个双性传 双性传的话 这边有特别讲到 我们这边呢 其实大家可能已经先入为止知道说 哪个是显性哪个是隐性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孟德那时候并不知道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他怎么做 他把这个第一代的时候 用这个Yellow跟圆形 这个Zone 形成一个Hetrolibus 其实最重要的是Hetrolibus 各位你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Hetrolibus 你在做这个制教的时候 一定要先形成所谓的大小大小 了解吗 就像刚才一样 这个地方也是要有大小 大小大小 OK 才能做制教 然后才去得到这个3比1的比例 那同样的这个 这个要做这个Hetrolibus之后 你要先形成一个大小大小这样 那你会大小大小 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哪个是显性 原来就是这个Yellow是显性 圆是显性 因为Hetrolibus 就可以告诉你 它的一个显影性是怎么样 然后再经过制教之后 就可以得到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就去看它的比例 就发现说这个有9个 这个有3个 这个有3个 这个有1个 可见纵跟绿是隐性 这个圆相对是显性 或是说黄相对是显性 然后圆相对是显性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从这样子的比例 那你如果说从那个Pana Square 一样就开始画 它首先第一个 Hetrolibus 就是大G 有些人会画成大G小G 大W小W 也有人会讲成大Y小Y 大R小R 都可以 都可以 我没有意见 因为这个东西是看你说 你这个要呈现什么样的颜色 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比较多是会显成这个颜色 为什么 因为它的性状跟它的基因型 可是我跟各位讲过 它会呈现这个Yellow 是因为这个基因缺失 所以说其实是应该是说 没有黄色的基因才会变成这个绿色之类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是相反的 但是我们在学 有时候在学遗传学的时候 在一开始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没关系 反正它什么形状 你就写大小 就是Yellow大Y Rong是显性就写大 以显影性为主 好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 做排列 它形成的配置会是 大大大小小大小小 就这样 这边也是 这样配起来就会形成这样 一个棋盘式方格 哇 这个地方就开始 各位很熟悉的几个TURN 9331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请注意 这个是Genotype还是Phenotype 9331 是只有四种Phenotype 为什么会有四种Phenotype 因为你只有两个形状 dihybrid 你只有两个形状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只有两个形状 大A 小A 大B 小B 两个形状 一个形状 两个形状 对 所以说你最后得出来的 就只有2的二次方 所以是4 所以是Phenotype 就只有四种 对不对 好 那Phenotype是四种 所以我们跟他讲说 Phenotype是四种 这是第一个你们要知道 另外比例是多少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比例 OK 9比3 比3比1 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数 但是实际上久了以后 就大概就可以去算 可以去大概可以去用一些公式去套 好 这个是Phenotype 比较简单 Genotype就难了 Genotype 你就要去算说 它到底有几种Genotype OK OK 好 Genotype 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去讲 Genotype是怎么去算 我们先讲Phenotype 好 那Phenotype 其实另外一个 很多人就想说 哇 这样子啊 画了半天 一定 一定画到死 那怎么办 就很想说 那我们用 用所谓的Fork 就是素质法 就是素质法 或是所谓的素质法 或是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最主要是根据所谓的成绩率 prada law 这个部分 比较原理的部分 我就直接用讲 因为其实大家就是 大家再去看 那我们去看一下 第一代就是 显性的三分之三 这个它会配的 就是显性三分之三 跟四分之一 所以说这样四分之三 搭配四分之三 所以你得到的是 十六分之九 一种的Yellow跟Round 就是只要是大 可是你要想一想 这里的基因型 不见是有好几种 不是只有一种而已 那我们以这个 最隐性来讲 它是四分之一小Y小Y 对到这个隐性的RR 所以说它得到的是十六分之一 那它就只有一种 一种据动态 YYRR 对不对 可是你要看到这里 这有几种 三种 它可以遇到 大RR 或是大RR 小RR都可以 好 那这个东西 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说你只看 VenomType 很简单 但是你如果要看 GenomType 就相对 要再复杂一点 等一下我会提到 那我们回头 回过头来讲到 四交了 TestClose 为什么需要 为什么需要 TestClose 为什么需要 为什么需要 为什么需要四交 你刚才你回答了 为什么需要四交 可以检测原本位置的基因 你讲的不是非常完整 它可以检测原本 可以检测原本是显性陰星 或是显性陰星陰星陰星的 比较个基因型 OK 大致OK 但是小细节还是 还是有点问题 因为 因为 我们简单讲 你刚刚你看 看到一个 一个这个 Yellow 这个 Round 圆形 请问一下 它的基因型态是什么 请问是 大大 大大大大大 还是大小大小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 大大大大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 它的基因型是什么 就要透过四交 简单讲 就是说 我透过一个四交 我就可以知道 你的基因型是什么 那怎么做 它要怎么四交 四交的 最主要的一个powerful 是什么呀 Anny没有讲过 好 Anny好 让它跟陰星的去交配看看 OK 让它跟隐性的 最主要是因为隐性都是小小小小 所以 如果遇到它呢 就會呈現一個人家都是老大 他就是會小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一下 基因形態是什麼 到底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小還是這中間的形狀 那你就經過四角 所以藉由這個小小小小去配的話 如果今天配出來的結果 如果全部的下一代全部都是都還是黃色的 我們不要看基因形態 如果你接下來配出來下一代全部都是黃色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基因形態是全部都大歪大歪 大歪大歪大大大就是大大大 了解嗎 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你的這個形態 如果是這個 你會知道基因形態是哪一個 A B C D 你會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你會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是A 還是B 還是C 還是D 的結果 D 的結果 沒錯 如果你是這個形態 你就會得到每一種都看到 那所以關鍵就在哪裡 關鍵就在於你用的這個四角的這一個 得到你的結果是看到四個呢 還是看到一個還是看到兩個 就可以去決定說原來你的 你的這個基因形態是四種的哪一種 了解嗎 這個是四角的概念 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你今天你不知道它到底是顯性還是隱性 就代表你不曉得它的基因形是什麼 你只知道它是顯性的一個概念 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例就這樣子出現 好 那最後這個部分呢 就開始就是你看喔 好 從這兩個就要延伸到三個 延伸到三個 就是兩個都已經很複雜了 為什麼還要三個 好 就是第二邊負責 所以這邊就開始 這邊開始有一些要推導出公式 就是說其實你們以前應該都有背過這些公式 但是我也覺得說其實有時候背公式 你要是中間過程不理解的話 那其實背公式還是蠻辛苦的 好 那首先來看一下 如果按照這個兩個性狀 就是這個dihybrid的話 它其實它的配置就是有四種 乘四種 所以四四十六 大概它這個形態 可是如果說你有三個性狀呢 三個性狀其實就是這邊 A B 再加上C 再加上C 一二三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你的配置會有幾種 你的配置會有幾種形態 配置會有幾種形態 有獨立分配嘛 獨立分配的話也會有幾種形態 2的 乘2的二次方乘2 所以就有八種形態嘛 你們這個都忘光了 這不是都高 大學高中的時候在算的嗎 好 所以它有八種的 形態的紙帶 好 八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乘以八種 你如果要用Panar Square的話 你就這樣子畫 哇 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三個性狀去畫完 畫完以後就下課了 所以就剛好做一題 那這樣會來不及 因為一般來講 我不會叫你去畫這個 我們頂多只是跟你問一下說 請問一下 子帶中出現大A 小A 小B 小B 大C 小C 的機率 有多少 就大概就卡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去算 你要怎麼去算 你如果要畫這個格子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這個呢 這個是落在 這一格跟這一格 所以你就把它發起來 那你就會太慢了嘛 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變成說 獨立一個一個來算 用機率的方式去算 好 那這邊就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公式 就是第一個先跟各位講說 Hetrolife很重要 要先變成Fa 子帶A B C 然後獨立分配的Gaming 就是子帶有八種 就在這裡 那八個就像我剛才講 配放在那邊 起盤式方格 放八個八個 那你會畫到死 那如果說出23對染色體 那也不是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畫到天黑 好 那在 所以我們不會去這樣做 我們大概就先看 第一個 通常考這些 幾個形狀 第一個一定先考 Fenote Type有幾種 表現型有哪些 有哪些種 三個表現 三個 三個形狀 一定就是 就是 一二三 一定就是 就是八種 八種Fenote Type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 這邊就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 有A 就是顯性 閒閒閒 或是閒閒隱 閒隱閒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去排 就有八種 對不對 那 至於比例呢 就是出現在 剛才我們出現 兩個形狀 是9比3比3比1的比例 如果在這邊呢 就可以出現 27比9999 99993211 就這個比例 然後 比較藍的就是Geno Type 我們剛才也沒有 還沒有講Geno Type 真的也沒有講 就是我要到下一個地方去 跟大家講 這種 所謂的 這種 方法呢 我們就變成說 取代了其他方格法 我們這個呢 叫做 所謂的樹枝 或是叫做Folk Line 就是有點是 現狀的這樣 那簡單講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這邊 我把這邊呢 把它分成 獨立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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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就可以成績的定律 所以這是結合 這個 成法定律 成績定律 去得到的結果 好 那當然如果說 你還要去算 Geno Type 我們等一下會去 會有跟大家講 因為最主要是 這邊呢 其實是不容易去算 你要變成說 獨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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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一套 藉由這個 獨立分配率的時候 去 去算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先去從這裡 兩次去看一下 四種Beno Type 是哪四種 就是 圓 Round Yellow Rink Green Round 還有另外一個 是Green Rink 好 那九種Beno Type Geno Type 就自己去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列 呈現一個表 一般來講 我們最常考的 一定就是 就是 就是在這裡 Pheno Type 這個部分 OK 為什麼 3比1 你們熟能詳 兩個形狀 9比3比3比1 大部分會考到這裡 考到這上面 就必須要拿出 你的那個 算數的本領 它有八種Pheno Type 它的比例是這個 這裡可以用這個 Folk Line 這個方式去算 然後當然 這場也會去考 配子是有多少 配子是有多少 這個部分 或是說Pheno Square 畫出來是怎麼樣 還是這樣 Geno Type 其實1比2比1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它還有多一個 應該不是說中間形 就是異形核子的部分 1比2比1 所以說這個立方 就是3的N次方 這個是9個 27 81 可以跟進去看 這裡有9 331 這是Beno Type 可是你看這裡的9 是指這裡的1 2 3 4 5 6 7 8 9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非常的難教 為什麼 你沒有自己畫過 你搞不太懂的 但是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一些取巧 就是說你只要 會這個 但是你可不可以去算 大G 小G 大W 大W的比例 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屬於顯性的部分 那這裡部分 你可以從這邊去算 它這裡是佔四分之一 對不對 OK 這裡佔四分之三 對不對 就這樣 好 那其中有一個是在這裡 大G 小G G W 還有一個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說 它這裡最後的這個 這個顯性 這邊都是顯性 那你看這裡的9 其實就從4 2 2 1 得來的啦 那課本上 最後有列這張表 這張表其實我覺得 就是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個比例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讓各位來練習一下 這個題目 講那麼多 你們就直接練習好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 Parental 是這樣的 一個形態 那F1 那當然會是Hetrolux 你看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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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它的 Genome Type是 大R 小R 大Y 小R 大T 小T 小S 小S 幾率是多少 OK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讓大家 同組稍微討論一下 你們寫完以後 我們就讓那個 這個 六組 這個 四組的同學 六組的同學上來寫 OK 好不好 就是如果算完了就上來寫 寫答案 那我這邊有特別講說 我們接下來有五道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最簡單的 那就上來寫 大概我們只取前面 前面六組同學 六組同學上來以後 就其他組就不能上來 請在自己的組別 在自己的上面寫出你的組別 然後你的答案 好不好 趕快算一算 你們有把握就上來寫 其實這題很簡單 當然你們如果按這個 其實大概只要獨立分配率的概念 所以你看 我這個 我可以問你 請問一下 這個Phenotype是什麼 我也可以問 這個Phenotype就是 圓的 黃的 應該說圓的 黃的 高的 然後S 遜可的 是這樣 各位了解嗎 我可以考Phenotype Genotype Genotype幾乎都是要用算的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去 再去畫奇盤方格法 所以說其實 大家就知道 因為它是獨立分配 所以說你可以一個一個去算 你要去算一下大小 是多少 那其實就是從這裡面 Hetroid Rigors 上面去算 1比2比1 你會知道說 Hetroid Rigors 就是四分之二 就是二分之一 然後也是二分之一 佔二分之一 這個是佔四分之一 所以這樣子撐起來 就是答案 OK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你要另外一個方向來想說 那請問一下 這個Phenotype是怎麼樣 你們有時候要知道 因為它一定會告訴你們 這個Phenotype顯性 那你就知道這個因為是隱性 所以它的Phenotype是什麼 要知道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要跟大家講說 最常考的就是配子數有多少個 種類有幾種 你就可以去去去寫 去畫出來寫出來 那Phenotype是幾種 然後某一種的比例 或是Phenotype是哪一種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種類還有某一種比例 這就是一般來講的考題 大概就是這樣 OK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大概就是 先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部分 你看今天沒有太多時間 再去講下面的 但是也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一題 這一題讓你們回家 回家自己 自己寫好了 OK 本來這是第二題 就是 各位也可以看到這一張 這個是 Hugo 他做的 那就是說為什麼 孟德一開始沒有很有名 可是呢 因為動物幾乎都不行 動物很多都不行 可是呢 開始在1902年開始去做動物的 所以得到開始有 有一些性狀呢 也是符合孟德爾定律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Hugo這個人做的 他發現說有一個 這種花 他有白花跟紫花 然後他這裡的毛毛 有沒有毛跟有毛 結果他得到這樣的比例 各位你去看一下喔 預期 70 23 4 6 19 等一下 sorry不對 預期是 預期應該是 88或是89 29.6 29.6 9比1 這就變成 9比3 比3比1 對不對沒錯吧 可是呢 他最後得到的結果是 70 欸有差喔 23也有差 欸這個稍微有點爆多 46 那得到19 欸請問 這個有沒有符合孟德爾定律 很難講對不對 好 回去送送看吧 好 我們下一堂之後 會跟大家 大家 大家來討論 好 OK 好 我們今天先上課上到這邊